好 27号台风天 高雄呢是风雨交加 这一栋住宅大楼的中庭呢 扬起了烟尘 碎石块杂落喷散 原来是下了瓷砖雨 那么这是在高雄 钢山公园西路三段的一栋大楼 屋龄有28年了 下瓷砖雨已经不是第一次 十几年来呢 只要风大或是下雨过后 外墙的瓷砖就会剥落 住户说呢 进出中庭有的要加快脚步 要不然就有人会带着安全帽进出 那么可以看看呢 这个外墙大概是有三分之一的墙面 瓷砖都掉了 而靠近马路的那一侧呢 还架设了防护网 主要就是要避免瓷砖砸落 砸到路过的人车 这次杜苏瑞台风影响 导致呢瓷砖砸落路面 还出动了派出所的远景来封路 瓷砖剥落的情况 已经有十几年了 那么住户要进出安全都有疑虑 而官委会说呢 厂商估价大概是要5700多万 平均一户呢要负担35万元 而全部有164户 目前同意的是只有132户 未达九成 不过呢这次在台风天过后 因为情况又加剧 所以呢官委会说呢 会在沟通协助比较低收的住户来贷款 要不然呢 如果有造成了伤亡或是毁损的话 必须是大楼所有权人要共同承担的 以上是来自南部的详细资讯